HELLO 大家好,我是健身 那現在跟大家分享幾個9本部落戰利影片 那首先先來看對方打我們3號拿破崙的 這拿破崙的陣型就是一個初九本 然後對方是用石法珠,就全部都是石法珠 就石頭、阿斯珠、純石法珠,超強 那我覺得這種打法冒險啊 不過他還是有三星很厲害,因為拿破崙這種陣型是擺出兩個雙炸彈 那如果對方運氣不好的話,踩到雙炸彈就GG了 不過他有打錯三星,那我覺得還蠻厲害的,我分享一下 石頭是兩顆,不不不不,是三顆石頭,下在下方 那我覺得他運氣比較好,是他的石頭有踩到大炸彈 就是有踩到雙炸彈的位置 那這樣就還蠻賺的 你看雙炸彈 雖然那邊如果石頭沒有踩到的話 豬也是不會經過啦 然後他另外一邊的雙炸彈是放在防空坑,破崎到這一邊 那也沒有踩到,就踩到一顆而已 所以說拿破崙的陣型還要再稍微去改一下 如果他這邊是踩到雙炸彈,那就GG囉 OK,這個是對方打的 好,那接下來看的是我們成員打的喔 首先看的是拿破崙的 拿破崙反擊對方三號 這個是對方三號的陣型,還蠻特別的喔 那感覺很難打 拿破崙是用11級的天女,然後配拔蜘蛛跟女武神 好像是從三點方向進攻 不過比較好笑的是他這一場他的女王,等一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他女王等一下做了什麼傻事 OK,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的女王一出來就壓技能 重點是他壓完技能之後這一場還是有三星 好,對方陣型有漏洞 踩了一個大炸彈 好,下一罐毒藥去限制石頭的攻擊速度 那這次對方的援軍都是石頭 那石頭就是很拖時間啦 沒有殺傷力,但是就非常非常拖時間 好,那拿破崙的女武神直接灌進來 好,那拿破崙的女武神直接灌進來 好,那因為對方正前有漏洞 所以女武神前面就先放黃去扛 中間下一關跳跳 然後他狂暴是連著放 然後豬的話是從上方沒有大炸彈的地方放下來 然後女王就讓他在三點地方去傾邊邊 那我覺得他這邊其實應該早一點 大概早個五秒鐘就要下補血 不過他沒有下到,所以女武神死了很多隻 好,現在才下,他應該五秒鐘前就要放了 好,不過活的兵種還是超多的 然後打炸彈是女武神在拆,所以還好 打的還算,不能說還算,我覺得打的還蠻好的 因為可以看一下拿破崙的部隊喔 除了豬之外,都是八本的部隊 天使也只有三級而已 好,那我們現在看值1號 我們蟻人第一次上場 嗯,又有三星對方 那對方1號其實我有先去打過 不過我的打法打不住三星 然後就換蟻人上場 那這個陣型,天女流還蠻合適的 那蟻人就是用天女流配藍胖 藍胖是二級的 然後去,又打的還蠻厲害的 好,先下女王在六點的地方 可能是想要剛開始就把兩個防空給處理掉 還有S連弩 然後石頭下在四點的地方 然後法師清一下邊 放幾隻豬去清電塔 跟連弩 然後藍胖是下在上方配天使 那對方援軍是石頭 所以其實不會造成太多傷害 然後女巫神進來 好,石頭剛好提早爆開 所以女巫神沒有受到傷害 那女巫神現在灌進來 進來挑挑的地方 下一罐黃豹 黃豹應該是可以放更裡面一點點 這樣女巫神吃到的時間比較長 然後這樣中間下一罐補蟹 再下一罐狂暴 法術放有點倉促喔 然後雙搭蛋 好,沒事 那主要是看這樣的情況 防空只要全部清掉 正常要三星是沒問題了 好,接下來就是剩天女在收割 所以天女在九本真的是還蠻強勢的啊 好,就是一陣子 好,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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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好 好,好,好 OK,三星,就僅存的女王跟天使 很厲害齁 那以上就是這次九本的播戰影片啦 那希望這次是會勝利的 因為健身我是一號 而且是都沒有打錯三星的一號 好啦,那有什麼問題歡迎在下方提問 那一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啦 我們下次見啦 it's time to get up and let go